3 2 1 接牌 超过百年相近的见证下 191915银行封兵服务中心 10号正式开幕启用 封兵部落族人也特别演出舞蹈来庆祝 主要是不要让台湾这些食物浪费了 整个台湾每一年 到期连开封都没有开封的食物 大概会抛弃3.7万吨 如果加上所有的圣食 估计大概每一年会抛弃 差不多将近400万吨一品 为了让这些食物都能够得到珍惜 而且能够帮助所有需要食物的人 都能够得到食物根据用品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191915银行 191915银行在2010年成立 隔年4月正式在高雄 屏东 台东等88灾区 展开服务以发放食物包的方式来帮助经济弱势的家庭 当时妈妈生病住院 我一个人照顾 我没有收入 没有工作 没有多余的钱买食物 买粉 对我来说 是很重的负担 食物银行当时给了我 及时的帮助 我们部落 我们整个封冰箱 青少年以及可以生产者 长期都在外面打拼 在外面工作 所以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人 甚至于是独机老人 甚至于是隔代教养 由阿公阿嬷来带大的小孩 所以封冰箱如果成立1919食物银行的话 是绝对可以照顾到弱势的家庭 1919食物银行表示 目前持续透过全台475间 1919服务中心及上千位之工 每两个月轻送一次食物 给4500户瘦住家庭 前年一季送出27000包 而在封冰箱就有包含30户左右的瘦住家庭 原始新闻 好 为了花点封冰采访报道